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0岁就得了日本群向新人奖 32岁决定专业写作 每年都发表很多小说评论和翻译 不仅在日本国内拥有惊人的销售量 还是被翻译成外文次数最多的日本当代作家 尽管商业价值早已得到全球市场的承认 但是村上显然不满足于一般的商业写作 作为二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日本人 他前所未有的深受欧美艺术家的影响 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卡拉玛佐夫兄弟这样的作品 一直是村上的理想标杆 虽然每年都在诺奖陪跑 但他毕竟一直活跃在名单上 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 严肃文学界对于村上作品文学性的承认和肯定 《刺杀骑士团长》日文版出版于2017年2月 据他上一部长篇EQ84的出版已有七年之久 我们不必详细列举这部作品在销量榜上的傲人成绩 因为那几乎是村上大部分作品的标配 需要提醒你注意的是以下两点 首先 这部小说在整体结构上分成两部 分别是显形理念片和流变隐喻片 理念和隐喻这两个词是作者希望强调的体验 提醒我们这部小说在文学实验上的野心 其次 因为村上在作品中毫不讳言地提及德奥合并 日军侵华等历史事件 因此遭到右翼攻击 掀起不小的风波 对此 村上本人的态度既淡定又明确 他坚信 小说家的责任就是写故事 而历史对于国家来说是集体性记忆 他并不认为因为自己生于战后 就可以对历史不负任何责任 虽然小说家能做得有限 但可以用讲故事这一形式与遗忘对抗 由此 我们可以得到关于这本书的第二个信息 和以前的作品比起来 自杀骑士团长在对于历史问题的表态上更为直接明确 鉴于日本国内的现状 他在风口浪尖上的表态体现了极大的勇气和良知 下面我们就进入故事 看看村上文学实验的野心 和他试图以故事对抗遗忘的意图 究竟得到了怎样的贯彻 书名《刺杀骑士团长》 在小说中是一幅画的名字 主人公生活中的奇遇和复杂的历史 通过这幅画交汇在一起 小说里先后出现两代画家的总共五幅画作 我们讲故事的时候也会以这些画为线索 理出整个故事的头绪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道序》开始 主人公从头至尾没有出现名字 我们只知道他是个肖像画画家 在接下来的讲述里 我们也会直接用我来指代这位男一号 我是美术大学科班出身 在校期间画抽象派油画小有所成 毕业后向现实低头 干起了专为各行各业精英人士 画定制肖像的营生 在一家小公司签约 渐渐地在这个圈子里声名却起 但我心有不甘 总觉得违背当年的追求 在叙述的起点 我正好是36岁 这个年龄在村上写作体系里 具有重要的含义 因为他认为35岁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那么36岁就是人生转折点之后的第一年 在村上近年的多部新作中 主人公都被设定成36岁 显然是作者的刻意为之 此时我只差一个月就要迎来结婚六周年 没想到妻子突然宣布自己有了外遇 必须与我分手 我只能开着二手小婆车离家出走 一路向北 途中几次跟镜子里的自己面面相去 不知身在何处 这正是典型的村上市的中年危机 典型的村上市的解决方式 主人公将开展一场自我探寻之旅 大学同学宇田正彦给我提供了落脚之地 就是他父亲宇田巨艳的山顶画室 并且介绍了在山下教绘画班的工作 解决了温饱问题 顺便还为我开启了一种可能性 或许现在终于到了我可以为自己画画 留下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的时候了 山顶画室的主人 宇田巨艳是知名的日本画大师 二战爆发前夕 年轻的他意气风发的留学维也纳学习游画 但回国后 他突然心性大改 绝口不提维也纳时代的任何过往 也彻底放弃游画 从零开始埋头修炼日本画的记忆 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 他搬进深山隐居 沉寂六年之久 战后以日本画重出江湖 冥满天下 同样是画家 我格外欣赏他画里此处无声胜有声的留白部分 他如今已经是92岁高龄 得了老年痴呆住进了养老院 奇怪的是 他的画室里看不到任何一幅画 反倒满是发烧极音响和歌剧唱片 卧室阁楼 时常传出细微的声响 我爬上阁楼探寻 偶然发现了一幅被灰色小猫头鹰守护的画 画名正是刺杀骑士团长 这个猫头鹰守护画作的设定 其实别有深意 哲学家黑格尔有句名言 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密涅瓦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 齐希在她身边的猫头鹰 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 黑格尔用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来比喻哲学 意在说明哲学是一种反思活动 巨艳的日本画描绘的大部分都是和谐的景象 但这幅画里却有前所未有的狂暴 她画的是莫扎特的歌剧《堂皇》的场景 花花公子堂皇调戏诱骗美丽的安娜小姐 安娜的父亲骑士团长赶到 拔剑和堂皇决斗 被年轻力壮的堂皇刺中胸口 倒在一片血泊中 歌剧最后 愤怒的骑士团长化身石像 在熊熊烈焰中把堂皇拉进了地狱 巨艳画的正是歌剧的第一幕 堂皇把利剑刺进骑士团长胸膛的那个瞬间 堂皇麻木无情 骑士团长万念俱灰 安娜无比震惊 有意思的是 画面中的情节来自欧洲歌剧 画中人物的服装和发型 却都是日本飞鸟时期的打扮 形成诡异的反差 六世纪初的飞鸟时期 是日本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 当时日本入侵朝鲜半岛失败 国内皇室新旧势力的斗争日益加剧 皇族和地方贵族的利益冲突 也引发尖锐矛盾 日本内忧外患 民不聊生 多亏胜得太子大刀阔斧的改革才力挽狂澜 随后 日本进入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耐量时代 剧燕留学时经历的二战时代 和画中描绘的飞鸟时代 都处在极度动荡中 显然 欧洲骑士并不是剧燕当时作画的真正兴趣所在 移花揭幕 借骨玉金 才是剧燕的真实目的 而除了堂皇的场景描摹外 画面左下角还有一个不速之客 那就是从地面顶开洞口 伸长脖子观察一切的长面人 这幅画充满张力 直击内心 为什么却被藏在阁楼上 它的出现预照着怎样的变数 我百思不得其解 别的变数眼下还不清楚 招财的效果倒是理肝见影 一个神秘的金主通过中间人找到我 要我为他画一幅肖像画 还开出了是个人都难以拒绝的假码 这位金主叫做缅色社 54岁 高富帅 左撇子 住在山谷对面的白色豪宅里 豪车捷豹是他的作家 见面时 他满头白发 穿着白衣 连名片都是白色的 在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 我却搜索不到任何关于他的信息 除了每周一次雇人上门打扫 他几乎从不与人来往 据说家里还有一个不能打开的房间 这天半夜 出乎寻常的寂静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午夜时分 白昼和黑夜的分界线最为模糊 是文学作品中打开 异次元之门的经典时刻 一阵诡异的夜半铃声传来 我寻生而去 在杂木林里的古庙背后找到一个洞 洞是村上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符号 他认为人生是孤独的 但人不能因为孤独而切断和众人的联系 而应该深深挖洞 在某处和别人联系在一起 所以 洞这个符号一出现 依靠挖洞来开拓个人内心世界的反思疗愈意味 便呼之欲出了 回到小说 连续两晚听到夜半铃声 让我困扰不已 缅色当天晚上前来 又是出钱又是处理 打开了古庙背后的洞口 那竟是个堆砌精致的圆形石洞 直径一米八 洞深两米八 洞底除了一个古灵外 空空如也 缅色说 这只是个开端 事实证明 缅色是一名出色的预言家 洞承担着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穿梭通道的功能 洞一出现 通往非现实世界的大门即将打开 我把古灵带回家 暂时告别了夜半铃声的困扰 与此同时 小说中出现的第二幅画 缅色的肖像画完成了 画里面似乎出现了某种久违的暴力性 我不经意间画出了缅色身上存在 却不愿意承认的消极一面 正如我之前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 感觉是自己 却又不是自己 出于好奇心 缅色主动要求拿着林单独在洞底待一个小时 两米八的洞身让他想到了柏林墙 1989年 柏林墙倒塌 同年 日本昭和天皇驾崩 宣告昭和时代结束 柏林墙倒塌 东西方冷战局面消解 随之而来的并不是世界和平 而是一片混乱 善恶不再有绝对的界限 随时瞬间反转 随后 我开始着手创作小说中出现的第三幅画 画名为白色斯巴鲁男子 早前在四处游荡时 我曾在海边小镇 偶遇一个神秘女子发生一夜情 恍惚间用浴袍带子勒住女子的脖子 差点酿成祸事 这件事与一个开白色斯巴鲁汽车的中年男子 在同一时段出现 这个男子的形象时时浮现在我的记忆里 似乎在不断提醒 我做过什么他都知道 不知不觉间 草图中堆积起 我一直刻意回避的愤怒和悲哀 就在画出白色斯巴鲁男子草图的当天晚上 久违的夜半铃声居然再次响起 这一回直接招来了小说中另一个主要人物 骑士团长 他是60厘米高的小人 跟羽田巨艳的刺杀骑士团长画上的人物很像 连配件都是能见血的真假货 这小人自称不是人不是动物 只是所谓理念的具象 本身具有中立性 善恶取决于人 就像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 其本身没有善恶 但建立在这个理论之上的原子弹 给广岛和长崎带来了灭顶之灾 他被关在杂木林里的洞底摇灵求助 拜我和缅瑟所赐 得以重获自由 于是 暂界画中的骑士团长的形体 现身在我面前 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他的存在 能跟他对话 所以我可以带着他到处走 带着他去缅瑟家赴宴 缅瑟看起来温文尔雅 却有过敦居留所的经历 现在的白色豪宅也是从别人手里 强行买下的 缅瑟是个不婚主义者 年轻时遇到过一个情投意合的女人 那女人以一次相当主动的性爱 作为关系的结束 此后嫁作人妇 七年前 这个前女友神秘地被金环胡锋遮死 缅瑟家阳台上的高倍望远镜镜头 直指山谷对面的另一处楼房 那里住着前女友的女儿 秋川真理慧 根据受孕时间推测 缅瑟认为 她有可能是自己的骨肉 她精心设计接近我 实际上是把真理慧最为终极目标 因为真理慧 恰巧是我在山下绘画班的一个女学生 亲子关系 在村上从前的作品中 从来不怎么温馨和谐 故事中出现的两堆父子关系非常微妙 羽田正艳幼时 父亲长期缺位 成年后又为父亲盛名所累 父子之间几乎零交流 而小说里 我的父亲坚决反对我学习美术 父子关系完全破裂 缅瑟对真理慧的情感 也很难被简单概括成亲情 其中杂柔了对往事的追忆 对不确定性的执迷 是一种被虚构的情感 与此同时 记住缅瑟不断获取的信息 我对画出自杀骑士团长的羽田巨艳 有了越来越深入的了解 巨艳有个弟弟 名叫季艳 1937年6月 正在东京艺术学校上学的 季艳被强征入伍 编入以残暴著称的 雄本第六师团 7月 卢沟桥事变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季艳所在的师团 被派往中国战场 直接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在年轻的上级军官喝令下 本英坛肖邦德标西的手 被迫一次次握着军刀 砍下手无寸铁的 无辜平民的脑袋 使季艳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第二年退伍后 在自家阁楼 割腕自杀 同一时间段 巨艳正在德澳合并时期的 维也纳留学 在被入侵的土地上 目睹纳粹的种种恶行 加上弟弟遭受的非人待遇 巨艳悲愤交加 和奥地利恋人一起投身 对抗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 历史洪流 参与了地下学生 抵抗组织坎德拉 在日语中 坎德拉是蜡烛油灯的意思 1938年 坎德拉组织了一个 暗杀纳粹高官计划 因为被内鬼出卖 计划失败 巨艳通过外交交涉 被解救回国 其他组织成员被送进集中营 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当时 日德双方刚刚签署 反共产国际规定 这一事件 有爱日德亲善 所有相关信息 被动用政治手段 全面压制 对独自苟活下来的巨艳来说 他在战争中 真实经历的细节 以及内心深处的感受 旁人无从知晓 更无从体会 在骑士团长的授意下 我同意了免色的请求 开始为真理绘画笑像画 这是小说中出现的第四幅画 真理慧是位沉默寡言的十三岁少女 有一双和我死去的妹妹神韵相似的眼睛 两个少女的灵魂似乎穿越时空融为了一体 真理慧意外地成为了除了我以外 第一个看到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的人 真理慧第二次和姑姑一起登门时 免色突然造访 两人第一次有了近距离接触 他们约定 下周日邀请姑子二人去免色家中做客 当天傍晚 秋川真理慧出人意料地再次单独来访 想探访免色身上的秘密 我不愿说谎 避重就轻 没有引起真理慧的怀疑 真理慧说 过来的路上在杂木林里听到了铃声 果然画室里的灵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 古灵的消失促使我专程去查看 并第一次下到洞里 感受到这个洞的生命里 两者的精神世界盘根错节地连到一起 回来后 我迫不及待地开始画第四幅画 杂木林中的洞 下一个周日 免色依照约定将姑子俩接去参观 当天半夜 我听到巨响 去画室查看时 黑暗中看到一个高大的漆黑剪影 正坐在那看 刺杀骑士团长 这是雨田巨艳的灵魂 而她的肉身 此时还在疗养院里 这幅凝聚了雨田巨艳情感寄托 和无法言说的种种往事的画作 成了老画家的灵魂最后的执念 秋川真理慧的肖像 和杂木林中的洞两幅画的创作交替进行 率先完成的是杂木林中的洞 可完成当天的下午 秋川真理慧就失踪了 真理慧以前不止一次说 不应该打开这个不祥的洞 所以我和免色急忙赶往原洞搜寻 洞口果然有被洞过的迹象 洞里没人 只有真理慧当作护身符随身携带的塑料企鹅手机挂饰 我感觉真理慧一定被困在了哪里 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把他救出来 就在此时 雨田正艳叫我一起去医斗见他父亲巨艳 巨艳确确实实就是那天晚上在画室里 看刺杀骑士团长的灵魂的真身 当我跟巨艳提到阁楼和猫头鹰两个词时 他早就失去神采的眼睛闪出光芒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巨艳两个人时 骑士团长也应巨艳所求再次现身 骑士团长说 要救真理慧杀了我即可 我们前面提到 骑士团长是一种理念 就一个女孩为什么需要杀死理念 又如何杀死理念 这些问题一旦离开文本 就很难抽象地理解 一种具有游戏感的 对号入座式的解读大致是这样的 羽田巨艳在过去那段黑暗岁月里 失去了所爱的一切 遭受了极大的心理创伤 她把本该发生而没能发生的事 隐藏进画里 小说中的我发现了那幅画 总而不经意间凿穿了洞 现实层面 历史层面 和理念层面错乱交织 被这幅画搅乱的时空 不仅把羽田巨艳的灵魂引到了旧居 也困住了现实生活中的秋川真理会 简陵还需戏陵人 这个乱局必须由发现这幅画的我来收拾 既然骑士团长是从这幅画里 蹦出来的理念 那么由我来杀死团长 就会让三个层面的时空 各安其位 恢复正常 届时真理会就有希望得救 因此 骑士团长主动要求自我牺牲 疗养院里 羽田巨艳亲眼目睹了我刺杀骑士团长的一幕 我 化身骑士团长的理念和羽田巨艳 三人共同重现了刺杀骑士团长的画面 召唤出了跨越两个世界的钥匙性关键人物 长面人 作为具象化现身的隐喻 长面人从房间角落掀起一个方形盒子 从洞中探出头来 在命运推动下 我 由画的发现者成为事件亲历者 并把故事记录下来 两代画家的灵魂在这个刺杀的瞬间 互相交融在一起 始终以一种对待现实的家常口吻和幽默态度来处理 如同白日梦幻的朝现实 是村上特别擅长的风格 哪怕再匪夷所思的观念 再天马行空的想象 落实到村上的文字 都能充满亲和力和记忆点 比如承载着大量理念的人物骑士团长 村上就赋予他极具表现力的形象和语言 使得他和我的对话妙曲横生 另外 作为一个对审美有着无与伦比感受力的作家 村上作品中永远存在着平行世界 装满对于电影 音乐 文学的独特感物 哪怕在情节推进到最关键的时候 也会给这些闲笔以足够的空间 而这些最有村上魅力的部分 是只能通过阅读来感受的 从完成刺杀行为开始 小说的速度骤然加快 进入想象最奔放 文字最华丽的阶段 情节上 小说先后交代了在同一时段 我和真理会两个人各自的奇遇 我完成刺杀使命之后 就跟随着长面人的引导进入隐喻通道 一路上 前期大量的铺垫和人物设定 都在隐喻通道里依次出现 所有要素全都关联在一起 这里仿佛是当年我和死去的妹妹 一起到过的富士风洞 洞中的光点是点着蜡烛的矿灯坎德拉 而坎德拉又是雨田剧院留学时代 参加的地下学生抵抗组织的名称 在矿灯下等待我 引领我前行的 是刺杀骑士团长话中的安娜 为救真理会 我克服严重的忧逼恐惧症 鼓足勇气 爬过横洞 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大致想象 在真理会那头同样有一番 扣人心弦的奇幻经历 在这里 我们不妨卖个关子 不详细交代真理会遇上了什么突发事件 又以怎样的方式得救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 在这个过程中 已经被刺杀的骑士团长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遵上作品的情节走向 比较常见的模式是从失去到追寻 直到再失去 结尾往往是怅然若失的 在这里 我们可以透露的是 刺杀骑士团长的结尾是个例外 它像童话一样 形成一个温暖圆满的闭合圆环 人物的肉身仿佛漫游超现实幻境之后 又回到了原点 但心灵却在经过一番荡底之后 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救赎 无论是人还是话 都仿佛在经历一场厮杀之后 与这个世界求得终极和解 哪怕是第一次阅读村上的作品 你也能在刺杀骑士团长里 赶制村上作品的几乎所有特点 日本评论界认为 尽管小说中的很多异象 比如孤独的中年男人 洞穴等都是似曾相识的村上元素 但这部作品是他近年作品里 最耐人寻味的一部 很大程度上 这种耐人寻味 是因为所有元素 都被巧妙地编织进一个 较大规模的框架 即便仅仅从文本的密度来衡量 说这部作品是他多年风格的 极大成者 也并不为过 那么 除了交出一份对自我风格的 近乎总结性的报告之外 刺杀骑士团长最大的突破是什么呢 在已有的种种评论中 最激动的看法是 孙上在本书中对于恶的讨论 无论是广度上 还是在深度上 其用力程度都是孙上作品中极为少见的 这里需要交代一段插曲 刺杀骑士团长推出前不久 孙上专属获得安徒生文学奖 在获奖演说中 孙上表示 个人 社会和国家 都既有光明的一面 也有黑暗的一面 我们都应直面自己的影子 学会与影子共存 而不是试图强行回避 或改写历史 结合小说情节 完全可以把这一段演说 看成是小说故事的一个助角 小说中的我 正是随着情节的进展 一步步地看清了自己的影子 我逐渐发现 白色斯巴鲁男子 之所以对我做过的事无所不知 就是因为代表恶的斯巴鲁男子 实际上就住在我内心深处的阴影里 我在小镇旅馆里 用浴袍勒女子的脖子 就是这种恶被短暂释放的瞬间 无论是历史画面重演也好 穿越隐喻通道的过程也好 我们都可以从中寻找到 大量暗示善恶交战的内容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细思极恐的问题 或许可以把主题 推向人性更优深处 雨田巨燕为什么毕生 都怀有如此深重的愧疚 为什么小说始终没有详细交代 导致那场刺杀行动失败的真正原因 背叛刺杀行动小组的内鬼 究竟与雨田巨燕本人 有没有关系 免色看起来完美无缺 但为什么总是给我和真理会 带来不安全感 在小说里 当真理会溜进免色家里时 为什么会受到曾经遮死自己母亲的 金环虎风的攻击 免色心中的秘密 究竟有没有完全坦白 在他家衣帽间里面 细致保管的那些女士服装 究竟是纯粹出于爱和怀念 还是夹杂着别的复杂情感 这些问题 在小说中很难找到清晰的答案 也确实不需要答案 村上只留下蛛丝马迹 就是为了给读者自行脑补的空间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小说中出现的几乎所有人物 都有自己黑暗的一面 他们在经历种种奇遇之后的最大收获 也许就是直面自己的影子 学会与影子共存 好 最后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本期内容里的知识要点 一 自杀骑士团长 是一次将抽象化概念 具象化的文体实验 理念 借用骑士团长的形体 隐喻化身为长面人 构成双重隐喻的 是白色斯巴鲁男子 甚至概念性的刺杀 都仿照莫扎特歌剧的一幕得以实现 二 故事通篇充满哲学的反思 用故事力量抵制历史遗忘 故事开头和结尾都出现猫头鹰的异象 前后呼应 毫不讳言地提及德奥合并 日军侵华等历史事件 体现了作者极大的勇气和良知 三 始终以一种对待现实的家常口吻和幽默态度 来处理如同白日梦幻的朝鲜石 是村上特别擅长的风格 哪怕再匪夷所思的观念 再天马行空的想象 若实到村上的文字 都能充满清和力和记忆点 四 尽管小说中有不少似曾相识的村上元素 这本书却是它纪念作品里最耐人寻味的一部 所有的元素都被巧妙地编织进一个较大规模的框架 即便仅仅从文本的密度来衡量 说这部作品是它多年风格的极大成者 也并不为过 除了交出一份对自我风格的近乎总结性的报告之外 《刺杀骑士团长》做出的最大突破 是对于恶的探讨 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 其用力程度都是村上作品中较为少见的 五 村上作品的情节走向比较常见的模式 是从失去到追寻 直到再失去 结尾往往是怅然弱实型的 《刺杀骑士团长》的结尾却是个例外 像童话一样 形成一个温暖圆满的闭合圆环 人物的肉身仿佛漫游超现实幻境之后 又回到了原点 但心灵却在经过一番荡敌之后 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救赎 这本书的内容就讲完了 恭喜你又听完一本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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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